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Grab Car 牛化John 今集的閒話 Grab 上是關於 Grab 最新更新的 Passenger Cancellation Fee 它更新了這個 policy, 除了會影響到我們乘客 其實對我們司機沒有什麼影響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們乘客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過了五分鐘, 我們會拿到三元的Cancellation Fee 一路來都有的, 11月開始 但為什麼乘客沒有吵呢? 因為那三元是公司 Grab 幫乘客給的 但25日三月開始, 這三元最少三元, 三到五元 就是由乘客給自己 所以就會搞到很多迴響 第一就是乘客會先吵, 因為說到錢真的會失感情 我今天這集影片就會講一講關於這個 就是一個輕鬆一點的說法 我就會站在兩種角度來講 因為我本身是司機, 我是Grab司機 也是Grab的乘客, 我也有搭車的 所以我就講一講關於這個Cancellation Fee 我有些看法 其實為什麼我會做呢? 待會我會講一講 OK, 之前這個影片開始之前 就要打一下廣告 我是Grab Authorized的Alpha Driver 即是Grab授權的招聘者 即是如果你想成為雪農區的新司機 新司機, 你有註冊過 我是註冊不到的 你可以通過這個WhatsApp號碼 010812574跟我聯絡 這樣我們有個時間 你帶齊資料來跟我見面 我幫你sign up 我個人會訓練你怎樣用 用這個App和怎樣做 OK,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影片 就... 我們的頻道是Grab Power 化妝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做得好 麻煩你給個讚 然後分享 最重要的是,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按一下訂閱的按鈕 按一下訂閱之後 然後有個鈴鐺 然後鈴鐺按響了 將來如果我有新的影片上載 你就會收到通知 OK, 這樣我們可能會問 Cancellation fee 或者是這些東西 關你什麼事呢? 關你Graps 不是... 我閒話Graps是說一些比較輕鬆的事情 但為什麼我會做呢? 這集就是... 本來我的一周Graps回顧 如果大家有看回上星期 我講到新加坡的Cancellation fee 接著講到馬來西亞 都是有償過Cancellation fee 但是... 那時候我覺得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都收了這麼久了 我們司機 沒什麼問題 但是... 現在消息一出來之後 那些乘客知道 他們要給他們的返回響很大 尤其是... 今天... 我有個... 我自己的群組 有個Member 就說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在Facebook上 就說有一個電台女DJ 他就分享了他對這個... Cancellation fee的看法 所以他就說到... 其實這個Cancellation fee 對乘客來說 是很不公平的 例如... 如果你預訂了車之後 你發覺... 你肚餓 然後你如果去柯市的話 當然會超過五分鐘 如果... 如果... 那個... 司機Cancellation fee 你就... 3元 不是很不便宜嗎? 我都市3元 我這麼貴 或者是你預訂了車之後 你出門了 你住Condor的一看 哎呀你快了啊 你住10樓8樓 OK啦 還可以在5分鐘 應該快的話 5分鐘可以的 如果你住20樓 30樓 你已經被Cancellation了 所以... 又怎麼樣呢? 所以... 他又覺得很不公平 那麼... 那麼... 其實... 可能是一些誤會來的 為什麼誤會呢? 其實... 公司的Policy 是有寫到明的 大家可以看這個網站 這個是給Passenger看的 www.grab.com slash my slash blog slash cancellation 這是給Passenger看的 那麼我們司機呢 要做什麼呢? 公司也有給我們更新的 就是... www.grab 不同的網站 因爲一個是有Driver 它是沒有Driver 所以... 我們的是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大家可以看看 司機 司機朋友 然後... 我要講一講的 就是... 剛才他們... 那種... 搞到沸沸騰騰騰騰的 輕輕合合的事情 那些討論 就... 其實... 很多東西是誤會 和一些不了解的 產生的 所以我就要講一講這個 就是... www.grab.com slash my slash blog 黃金守則 什麼呢? 是不是錢呢? 不是 這個黃金守則 其實是... 公司設定一些 SOP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子彈 讓一些客人遵守的 那麼我相信 是不是西亞人 是... 很少很少會看這些東西的 那個很空閒的 叫阿Gapka好化妝 經常看這些東西 當然要做影片給你們看的 OK 那麼今集的影片呢 我們主要呢 就去看看這幾個網站裡面 呃... 呃... 的內容啦 呃... 我現在就跳緊過去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OK 那麼我們就跳過來了 啊OK 那麼我們就看看 cancelation 關於這個 乘客的啦 公司在14號就出了這個... 這個... 這個... 聲明 不是聲明了 是一個update啦 就和大家說 We are updating ourcancelation policy 就是以前呢 可能你... 喜歡怎樣cancel就cancel啦 你就沒有什麼的了 公司不會收你錢的 你喜歡啦 那現在呢 cancel是有... TNC的了 那講重點啦 在25號 3月2019年開始 如果... 如果... 你cancel 是超過5分鐘cancel你的 driver的話 或者是... 你的 driver已經到了你的接載地點 他等了你5分鐘 你沒有出現 他cancel的話 公司就會charge你一個... 3至5元的cancelation fee 那3至5元呢 就看你... 搭什麼車啦 你看... 如果你是搭just grab Grab Car Economy Grab Car Blast 就3元 6 seaters 或者是... 6 seaters的just grab 或者是10 seaters的just grab 可能你會不明白 為什麼這樣分那麼多呢 其實... 有些大車他們都可以做just grab的 那些大車它是7-4元 小車呢 就是7-3元 那... 如果是Grab Premium和Lux Lux Lux是... 比較貴一點的 是Welfare for airport 那... 如果你有留意我們的... 有包車的服務呢 都是Grab Car Lux 那... 他們是7-5元的 那... 你可能會覺得... 哇... 如果我覺得他很遠 他就... 那麼久才來不到 那麼久都來不到 那麼... 如果我cancelor又要給人7-3元 不是很不值嗎 我不是要在這裡等他 為了省那3元 其實不是的 公司有講得明白的 However passenger will be charged a minimum cancellation fee 等等 這樣子 但他在上面看看 如果... 他是沒有去你的地點的 即是說 如果你預訂了... 這裡... 不是這裡... 在下面... 在下面... 他說如果... 他們來找你的時間 是超過5分鐘 但他是沒有來的 比如說... 他停在那裡不動 其實這樣公司是不會 你那3元的 所以... 你們要搞清楚 其實... 有很多information 你們可以在下面看一看 不是說一定超過5分鐘 cancelor就有 你那3元的 其實... 不是的 你看Edition 這個FAQs 你可以看一看 有很多的 在下面有說到 有些case是超過10分鐘都好 都是不會去 你們可以看一看 其實... 可能有些不會 好像你說... 急使啊 或者Live Y那些 就... 我覺得啦 如果你發現有這樣的突發狀況 你早早叫給Driver 先啦 或者... 或者... 你看一看這個 Golden Root 這個黃金守則 黃金守則有很多 他們一開始 講這一段 他一開始 我很喜歡的 Remember at all times Respect is a two-way street 即是... 尊重 互相尊重是很重要的 而且要相向的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其實人與人相處 溝統很重要 所以我做Grab 我學到一件事 就是溝通 第二就是尊重 都是要互相的 溝通都是要相向的 溝通我講的 要明白的 扮拉聊天 不代表你扮拉 溝通 溝通是對方明白你說什麼 聊天 可能對方不明白你說什麼 所以... 無論你叫Grab 你上車之前 坐在車裡面 或者下車之後 你都要做一些... 應該做的事情 以及你要對司機公平 以及尊重 像Elia Rusa這樣說 之前他有說 這些我不說 不是重點 好像剛才... 我剛才說的 那位女子姐有說到 如果你急事 或者你離開了 我就針對那個部分來講 我不是針對他個人 我連他的名字也沒有說 就... Only book when you are ready to go 這一句呢 我經常都幫乘客說 因為以前是沒有三元 然後公司呢 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現在的waiting time for cancellation 是十分鐘 十分鐘你覺得 可能都不是很久 有些乘客很厲害的 他就想 我給錢你的 你應該等我 但是... 如果你等不到我 我cancel sorry 我也是不會給錢你的 哈哈哈 真的有一個真人真事 我講這部分之前 我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我有一位司機朋友 以前他真人真事 遇過一宗這樣的案子 他就是在這個 黃森馬珠 遇到一個學生 一間那邊很出名的學院 有一個學生 預約了他的Grab 然後我朋友就到了那裡 等了五分鐘 沒有出現 我朋友就叫他 請問你在哪裡啊 那位小姐 那位小姐就說 我搭巴士走了 我搭巴士走了 蛤? 為什麼你不早點幫我講 他說 我沒有啊 等到你那麼久 我就上巴士 那你早點幫我講 那我又等你 白等 你不幫我講 那位小姐 其實是學生 他就是這樣說 喂 我是你的 乘客 我是Customer 你哪在這樣幫我講話 信不信我投訴你啊 嘩 好大的官威 包大人 所以就是這樣 有些 乘客他們可能 還習慣了被抓 其實我也是這樣覺得 其實遇到不好的 乘客就投訴他就可以了 沒什麼問題的 OK 那我們回來講這件事 比如說你遇到突發事件 急死 即是說 你是未準備好 你可能打電話給 再跟大公說聲 不好意思啊 我急死 我先去拔屎 然後司機說 等你 OK 如果你問司機能不能等你 司機說 可以便可以 互相尊重 如果司機說我不能等 那我看誰解釋 都是在五分鐘裡面 如果你五分鐘之後才發現 你急死 麻煩一點 那你五分鐘 你在哪裏等的屎急 所以是一個很要探討的問題 第二就是 他講到離開了 離開了一樣 無論是二十樓 三十樓 十樓 五樓都好 都一樣 你知道你是要拿時間超過五分鐘的 那你就早些幫司機說 或者可能你cancer了 沒有74 你做到cancer 你搞定了 你再預約 為什麼 這裏已經講得明白了 第七個golden rule說到 Only book when you are ready to go 是說 無論你預約什麼車 除了你預約車 只是三分鐘 所以如果是五分鐘的話 你沒有出現 司機就可以cancer了 所以這裏是講到明白的 Your right will be cancelled If you do not board the regard within the given time 即是說 這五分鐘就算是好 如果是司機來到 還可以等你五分鐘 比如說 如果司機是很塞車 Rush hour可以很塞車的時候 3km的路線是可以走十分鐘 不出奇的 不出奇的 Rush hour可以塞車 上班、下班、下班 下班 如果在LCC 黑區更嚴重 可能兩個CM要二十分鐘 也可能 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不出奇的 尤其是遇到星期五 下大水 更嚴重 如果人家用了這麼多時間 來接你 還要等你五分鐘 那你過不過份呢 當然你說 你這麼塞 那我怎樣等你 那你就找個地方等 對嗎 所以這一個CM我覺得挺好的 好像我個人 我個人 我不是說我好聰明 我個人 我是住在高樓的 我也是下了樓 去到Lobby 我才按訂 我要確定我預約的時候 我不想讓駕駛等那麼久 因為我本身是司機 我知道 還有說回之前的Policy 我們是要等十分鐘 之後才可以Cancel 而且是不能收Cancelation fee 再說 那個時候 我們是有Cancelation rate 就是工作取消率的限制 每個星期 是不能超過十百分的工作 如果我做100單 可能有10單可以Cancel 但如果你Cancel得多 公司是會對你採取行動 因為你任意Cancel 公司是不喜歡這樣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 公司Suspend 或Band Driver 的四大天王 就是四大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一個就是Cancelation 所以你覺得 可能司機亂這樣Cancel就行 我們Cancel就給你3元 其實不是的 如果有司機亂這樣Cancel 公司是會隨時採取行動的 你的行動可能就是3元 你沒有出現5分鐘 但如果是司機亂這樣Cancel的話 可能是他的飯碗來的 所以 互相尊重 我不排除 當然是有些 Driver 是會濫用這個 3元的Cancelation fee 我也有聽過一些 投訴 看到的司機 經過了他面前 或是去到一些隱蔽的地方 百買一而割 我以為自己的職員看不到 等5分鐘後Cancel 然後走 也是有 我也是有看過 但是這些司機 老實說是叫做海菌之馬 我可以這樣說 海菌之馬 如果你是身為乘客的利益 我建議你去報告他 你們司機不要怪我 你這裏教壞人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想說 保持這個Grab生態的健康 如果你經常載到不好的乘客 你也不想這個乘客 繼續留在Grab生態 你可遇到不好的乘客 你就報告他 照直說不用加嚴加噪 相反 如果你遇到司機不好 你也要報告他 好的司機 好的乘客 大家可以做得多 順心一點 不用那麼激心 有時候我們做到那麼激心 就是 第一就是 溝通 雙方面沒有好感溝通 第二就是 沒有好感互相尊重 所以這裏我只是專講這一部分 這裏有很多 這裏是預訂車之前的 其實還有很多我想說 例如你預訂車之前 你一定要檢查清楚 你預訂的地方是對的 公司也是有說到的 你看 Select the correct pick up and draw off point 但很多乘客就說 我當幫我選擇的 我自己不知道的 明明他預訂 entrance A 但他在 entrance B 等你 然後又說 為何你去錯地方的 你是司機來的 為何你這麼蠢 這是其中一種 然後你看 你在坐車 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應該做些什麼 後來的 公司有說明的 如果你是不遵守的話 你被駕駛罵 的話 司機都是會中 駕駛 不是 乘客也是有機會中駕駛 和駛駛的 很多司機 公司是保護乘客的 其實我不認同 我一向都不認同 因為我見過太多 乘客的駕駛駛駛駛駛 和乘客的角度 還有我的經驗 還有我有空 我經常去看 Tumson Condition 的東西 因為我看完 我就會教我的司機 怎樣做 乘客也是一樣的 有時候我朋友 可能他不認同車 或者沒有看過這些 我也是這樣會教他的 所以各位 女 DJ 的發言 大家也不用太在意 可能他根本都沒有看過這些 其實不奇怪 如果你們認識他 可以回覆我這個影片 給你看 可能他明白了 可能他會 想法改一改 OK啦 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就要停錄 如果你們覺得 我說的話 不對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為什麼 我可以接受大家的留言 我想看一看大家的看法 如果你們覺得我的影片做得好 記得給個讚 然後分享 然後訂閱我們 如果你要註冊成為司機 記得記得 要WhatsApp我 然後我們有個時間出來 你帶齊資料 我就可以即場幫你註冊 然後訓練你 OK啦 Thank you 拜拜